杨蜜日前被拍到现身香港机场 相信是来看女儿小糯米吧 老爷刘丹这天出席主演的电视剧活动 当然被追问有没有见过前儿媳妇杨蜜了 什么 公司搞宣传 你问私人的东西不合适 不好不好 我告诉你不要问私人的东西了 公司会翻脸的 翻脸就不好了 问公司的事 不是会不回应 问问这个戏 这个戏其实应该陆续会在家增加的 所以大家放心 继续继续地追看我们爱回家 好不好 谢谢 知道了知道了 丹爷这部电视剧收视率高 现在还有新的场景了 非常开心 我 起初呢 我以为就是一个临时的场 比较简单一点的 现在过来一看 哇 很漂亮 很好 很好的一个场 看情况可能准备是将来陆续地再有这个剧集就我们这个戏 继继续再增加 在天使 在越拍越长的这个这个赵头已经来了啊 很好很好 其实我们这个戏一直所有演员工作人员的都市气很高涨 因为很多观众喜欢看 收视也很高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今天开这个新场呢 是特别特别增加了我们这个这个市气的高涨啊 我相信会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这个精神的状态啊 很好很好 同趣的腾立明早间跟老公去旅游了 不知道回归剧组以后有没有给你们送伴手礼呢 其实呢 很很奇怪 他回了头一天拍戏的时候 就刚好遇上那天的外景 下雨 拍不成 他本来在车上带了礼物给我们的 结果呢 出的外景一看着 哦 天大雨不行 不能拍 取消了 就走了 他忘记把礼物给我们了 他今天可能又没有带来 我刚刚跟他问 我刚刚也不好意思问他 看见他 他没表示了 现在不要请 请吃饭也一样嘛 对不对 单爷这个提议不错啊 香港报道